主機總處今天公佈七月失業率 是來到了百分之三點七八 是近九個月以來新高 人力銀行業者就觀察 只要是畢業生投入職場 導致失業率攀升 而效應還有可能持續到八月 不過經濟部公佈了七月的外銷訂單 表現則是相當亮眼 訂單的金額是超過了五百四十二億美元 主機總處公佈我國最新人力資源調查 結果 國內七月份失業人數 共有四十四萬八千人 失業率來到百分之三點七八 较上個月上升百分之零點零四 失業率是九個月以來的新高 主機總處分析主營是應屆畢業生 投入職場找工作所導致 不過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而失業者 较上個月減少了一千人 人力銀行業者觀察 疫情對就業市場的衝擊逐步降低 觀察服務業 旅遊業都在復蘇 而隨著邊境逐漸開放 航空業也陸續展開招募 年底之前或農曆年前邊境解封 在航空業 空營業以及餐飲業 觀光業部分陸續會有直缺的一個釋出 那至於科技業部分 就業市場復蘇有望而經濟部公佈今年七月外銷訂單 訂單金額為五百四十二點六億美元 創下歷年來同月的第二高紀錄 但假望下半年市場不確定因素人高 全年能否持續正成長還有待觀察 經濟部分析 全球面臨巨大通膨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因變種病毒反反復復 加上政治風險都是外銷接單成長的變數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到